關於最近有報導說 香港高鐵的內地奪的隧道裡面 有滲水的情況 影響信號系統的不穩定 我有些事情跟大家分享 這個地下的隧道 如果要做到百分百防水不滲水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現在我們信號系統在一些開放式的地方 露天的地方 狂風暴雨都從來不會影響那個隧道 原因就是因為那條信號管 是有些膠托起了 而根本有雨水的時候 它全部流走線走 所以根本就不會影響信號系統的安全 在隧道裡面 它有一個很強烈的抽水系統 跟著也不會說真的很猛烈的漏水 如果是的話結構性有問題 這一次我所理解就不是的 其實也都很久沒試過有什麼結構性漏水的問題 所以為什麼這次會影響這個信號系統呢 我私以就是在一個正常的滲水情況之下 因為它剛剛用完那些所謂叫做boring machine 其實下面現在沙塵滾滾 沙塵滾滾滾就是好像我們剛剛建完一家屋 裝修員搬進去 其實是需要一段時間去清潔啊 打理啊 抹回碰所有的東西 沒有塵跡 那麼它現在裡面呢 其實就是很多很多這些塵跡在那裡 那麼當你一有滲水混合那些塵跡呢 基本上下了去這個路軌那裡呢 那個電腦呢 就錯誤有時候會顯示呢 原來可能那裡是有些東西在那裡 可能是有一輛車有些東西 那麼這一樣東西呢 就影響那個電腦就跟車隔要停了 不動得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所知凡是一條新的鐵路落成 以及涉及隧道呢 必然要經過一個長的時間 去清洗了啊 令到它裡面的那些塵啊 沙啊那些東西沒有了之後呢 你再有滲水 不應該再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開始的時候呢 就會有 那麼希望大家了解 那麼也都是證明呢 我們這些所謂高智能的信號系統呢 他什麼時候叫車停 是很有他本身的智慧的 一有一點點東西 在那個路軌 在那個信號管道 令到他覺得好像有些東西呢 他就馬上叫停了 那麼也是一個安全的措施 那麼所以我相信呢 在未來那幾個月 可能還有一些新鮮的東西會發生 但是在這段期間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 就是不用太擔心 我唯一不能接受呢 就是為什麼他三天都不拿出來說 其實我也有跟港鐵談過 現在他們呢 主要就是說 如果不是好天大的事呢 不如處理了才出來說吧 我就覺得不是的 每次被人揭發呢 然後很多人就在那裡說 專家又說 甚至乎我這樣的議員也說 那麼多人說話的時候 人心惶惶 值不值得呢 不如下次索性有任何這些東西 先說了 然後你告訴別人 我需要一兩天的時間 去查出 去處理 然後我這樣說 所以這次呢 我不覺得那個滲水很嚴重 所以它是承認有結構性有些東西出事或者設計 我覺得純粹是一條新的隧道落成的地下管道 好像我剛才說沙塵滾滾 它一段時間要去清洗 清洗了之後任何的輕微滲水 是沒有理由會影響這個信號系統 誤認好像有輛車在那裡 於是就叫停 我們香港現在大很多很多我們的鐵路 都是在地底的 不只是高鐵 經常都有內不內有滲水 從來都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那時候漏就試過一兩單 起的時候在站上嚴重一點 所以我定性為是一個新落成的鐵路 它要經過一段時間清洗了 其實以後就不應該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但其實今天呢 有傳媒報說西九共產有漏水 其實之前現在有漏水 是不是整個施工都出了門 你問得很好 然後傳媒又報道又漏水了 如果是屬實的 港鐵就應該自己出來先說 然後很簡單 你又說傳媒有報道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給意見了 市民聽起來覺得八百五十幾億 喂 天天都有新聞 那就出來說 它是漏水 大家要明白漏水和滲水是兩個概念 漏水可以是很離譜的結構性的東西 滲水呢 看去到程度是怎樣 但是大部分都沒有可能做到百分百 連滲水都不滲 這個是我所認知就沒有什麼可能 那我也都想趁這個機會 回應一下剛剛民政長官質詢大會 所以我講起呢 希望特首幫我們爭取中鐵授權 港鐵去賣內地那段的票 就不用收服務費 那我帶出我的理論和邏輯呢 就是如果我們沒有投資八百五十三億 我看不到有多少香港人 會自己搖駕車 找方法去到深圳北 可能走過幾小時 然後轉內地那程 它很多時候搭了飛機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投資呢 是其實 將很多將來香港人 搭內地段那個生意 是帶了給中鐵 沒有我們這個投資呢 我覺得很多人就會繼續搭飛機 就不會呢 在內地轉這個高鐵 駁它的網絡 因為事實上它根本去不了 這個就正正講深講的威力 是一個接駁的一個 很關鍵的一個工具 所以特首說 它不是說十分之認同 沒有說我們這個 那些人就不會去搭內地的高鐵 大家問一下 各位啊 今天市民 很多人在搭內地的高鐵嗎 它怎麼去呢 它怎麼去深圳北呢 它怎麼去廣州南呢 難道它搭直通車去廣州東站 又再轉車去廣州南呢 都不可能吧 那最後呢 我都很高興 它承諾它會盡量去爭取 我覺得我們是有個case 咬得贏的 因為我們帶來了很多 額外的生意比據 是原本它沒有的嘛 那它都可以考慮不收服務費啊 請問一下 有問題 我先來講你的 OK 我的概念所發 是像什麼我知 這是沒有主張的 這不是有所謂的 這是有所謂的 不是甚至有所謂的 有所謂的 這不是有所謂的 就是為主張的 就是水很容易入口的水, 它是在水中的外壁 而你会不会有免费的识评 那些水横水和水 不oud了电子水 那么它会使用到台阶 大阶级通过游商的阶级 但是这一天是新的短缺 最新的确保 to get rid of the sand and the mud and whatever inside the tunnel because we all know tunnel is actually constructed by a boring machine okay so there are a lot of these loose debris mudge sand in there and any little amount of moisture mixed with those things will create a seemingly solid substance that would give a signal to the computer that there may be something on the rail so then the computer will then send a signal to stop the train so what they need to do is to clean it all out so far we have not had that happen with other section of our tunnel train schedule okay so I think this is not a structural issue and why not excuse me and they also confirmed that there are lots of s and you like to have infiltration well they have already said water sippage cannot be 100% prevented and the key that we need to look at is significant amount of leakage OK So for sippage creating moist normally it would not hinder the signaling system It's a matter of the particular environment of an underground scenario where it's not been properly washed out and cleansed an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ey need to do a thorough job throughout the entire length of the tunnel in the Hong Kong sec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